少子化社会来临 面对生育率直线下降 各地方政府纷纷祭出多项鼓励措施 其中广设补给鲁士也是其中一大福利 最近新竹县卫生局 特别颁发认证给65家新设立的企业团体 期望帮助妈妈们能够有隐蔽的空间 自在的收集母乳 我们今天来颁奖主要是 为了补给鲁士的认证 总共有65个团体 得到我们这个认证机构 就是因为我们的生育率一直在降 主要的原因有些是因为 母亲在哺乳的时候 没有适当的环境可以哺乳 尤其在职场方面 所以我们现在就鼓励一些职场 能够制造一个很适于 母亲在哺乳的环境 给母亲在哺乳的时候 觉得她会觉得很安心 新竹县幅院辽阔 依靠公共场所所设立的补给鲁士 没有办法满足的需求 今年有65个企业团体加入 也大大方便了许多新手妈妈 使用上的需求 我本身自己就有一些 比较的闲置的一个房间 我就专门做一个俘虏式的地方 也是欢迎游客只要真的到我们那边 天主堂说需要花可以到那边 也欢迎再使用俘虏式 有些妈妈是很贴心 只是说现在用的人还是有限 这个是要长时间有固定在那边的话 对游客来讲是非常好一个帮助 对孩子来说 来自猫猫的母乳是最营养的食品 也能省下不少奶粉钱 补给鲁士不仅鼓励民众夺生孩子 更希望带动母乳的补育蜂巢 让所有孩子都能健健康康平安的长大 凯博新竹陈六宇宏 长毛报道